对,主要我觉得他第三局还是速度打得太平均了 他还是就是这种他自己的这个速度可能也被林丹的球给限制住了 所以整体感觉他没有什么加速,没有什么节奏 而林丹这个时候就会感觉有时候我可能控制一下 但我机会来了,我必须要抢分了,我就会突击了 我觉得打到第三局了,可能从体力上来说,成龙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 虽然他很年轻,但是跟老队员打的时候,这种无谓的消耗还是会比较多 对,精神上的呀,还有被对手调动的跑动 对,因为整个的节奏也是林丹在控制着 再说林丹本来体能也特别好的,虽然是老队员,但是现在也没老到哪去 只是最近的状态可能不是在最佳 肩内 成龙的底线判断失误 18比13 往前失误 林丹在比赛当中很少对方下网之后他去捡球 这场比赛呢,因为现在小队员都管林丹叫单哥 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很多次林丹下网的时候,成龙自己去捡球 这个林丹现在也是投桃报李 我这一段我觉得林丹是他想加速了,他想赶紧拿下来吧 想快点打 对,因为这一段就成龙的节奏已经完全烂了 他想撑这个不要再给成龙这个缓和的机会了 尽量缩短这个对抗的时间 现在场点 还是你比较了解这些运动员的心理 我们看着是一个好事 让你们一说出来,怎么觉得这人怎么 不不不,这个也就像说的是一种场上的一种战术 对,没错 心理战术,就跟我状态不好 或者是我这一段比较不顺的时候 我要去擦擦汗,调解一下 其实这个一样的 对,我们打球也是 捡了球,在节奏不好的时候半天不给对方 对,我把这个速度尽量放慢一点 而我得分的时候我尽量要加快 我不要让他这个能够就有时间能缓过来 不过林丹很少主动去捡对方下网的球 这也是真的,很少 对,基本上都是谁失误谁捡 这一排突击上网 林丹还是在第三局控制了场上的节奏和局面 最终是21比14 拿下了比赛 战胜了自己的队友陈龙 这样林丹就获得了2010年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子单打的冠军 陈龙获得了亚军 好,观众朋友 这场比赛呢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稍后是颁奖仪式 等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冠军是中国队的林丹 林丹穿的是这次大师赛特别设计的T恤 请世界与联赛事主任达伦华斯先生 为获奖运动员颁发吉祥物 请世界与联赛事主任达伦华斯先生 为获奖运动员颁发吉祥物